第七轮拥有挑战权的是 到目前为止全胜战绩的 王立宏老师战队 谢谢 那么这一次您要派出场 负责挑战的学员是 我要派出 我要派出林烟毅 林烟毅请出战 林烟毅是一批标准的黑马 我相信其他的导师都没有预料到他 王立宏老师 您要让林烟毅挑战的是 哪位导师战队旗下的学员 李荣浩 李荣浩 不是 我跟李荣浩 又挑战我两次了 我说哥呀 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去吗 不过也没事 晚上我就俩人了 就谁挑战都行 荣浩老师您还要洗牌吗 我就两张牌洗什么呀 你现在还有李凡一和陈晓彤 好 好 抽中以后 拿上来 交给我 对 林烟毅 他为自己选择的对手 是李荣浩老师战队的 李凡一 李凡一请出战 结果就碰到了我本来封印的那一位 他也是命的 第七回合 王立宏战队林烟毅 对战李荣浩战队李凡一 全新OPPO Reno2拍视频超防头 更稳 更稳 更倾心 《2019中国好适应》导师决战第七轮 正式排指 有请林烟毅演唱幻听 《世界流过》 咖啡是你够 不是谁犯错却很沉默 你抬起头 带着泪问我 想好了分手 没有 什么时候恋人开始 反复计较输赢 拼凑表情话语当作证据 没想过 有一天我们分离 关掉相爱的频率 可着我 珍惜相爱的运气 你不能轻易放弃 陷入幻听 关掉相爱的运气 我不会束手就倾斜如话题 不论是不爱你 欢听它都会痊愈 Say now Say now 如果我 曾让你有过怀疑 时间会向你证明 相信我 爱着你全心全意 我爱你发自内心 我先唤听 唤听 唤听 谢谢 当你看着我 我没有开口 已被你踩头 还是没把握 还是没有符合 你的要求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 还是你也在闪躲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我鼓起勇气去接受 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 呼吸难过心不停的颤抖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 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 那是一起厮守 第一次问你深深的救我 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 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 二十四小时没有分开过 那是第一次直到天上地久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 还是你也在闪躲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我鼓起勇气去接受 不知不知让视线开始闪烁 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 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 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对我 感觉你属于我感觉你的眼眸 第一次就决定却不会错 第一次我爱你生生的救我 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 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 二十四小时没有分开过 那是第一次去老天长地久 就决定却不会错 乐定却不会错 只有我爱你 灵�来带你 那是第一次我爱你 我愛你 要他爱你 就是你爱你 不用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不信我爱你 然后就完全进入你们两个 年轻人的世界里头了 林严义 你表现很好 你今天遇到的李凡一 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对手 一个可敬的对手 所以不管胜负 也是很大的一个学习 对你来讲 所以这个是你的 永远拥有的一个很棒的纪念 谢谢丽宏老师 容华老师 好好 严义吧 对 之前没有看过你太多的表演 对 今天第一次看你觉得 眼睛比我还小 然后 他只是戴了个眼镜伪装而已 没有 是吗 搞不好他眼睛拿下来眼睛很大 对 你赶快他眼睛拿下来 看一下 你输了 你不要瞪眼了 你不要瞪眼 他瞪眼 你也瞪给我看看 我正在瞪 你瞪啊 好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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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缓缓 那个激烈的情绪 对 严义 其实你跳完之后 我觉得 李红哥战队 还有这样的一个歌手 之前还没有出现过 真的是让我挺意外的 对 然后 樊一一直是我觉得一个 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的声音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很多朋友 都会看我们节目 就对他的音色本身来说 是赞不绝口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他声音有点沙沙哑哑的 跟他的外形不太像 但是还有一点 我怎么都想不出是什么来 然后结果有一位老师说了 他除了沙沙哑 他还有一点娃娃音 因为娃娃音跟沙沙哑哑 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杀娃 对 他杀娃 杀娃 对 又杀又娃 对于我来说 最吸引我的声音就是 我听完音色之后 我第二遍在马路上听到他 我还能记住 我哪天在哪儿听过这个声音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最最重要的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对 在面对结果前 二位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吗 您接吧 对 因为其实 我有点像个幽灵选手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怎么莫名其妙 我就进入到 王力宏老师战队的 就是骑墙之类的 不是莫名其妙 是你自己的本事 谢谢 您愿意 谢谢 反应 我想说的是 其实这应该是我过的 最充实的一个暑假 有史以来 其实我在李伦浩老师这里 学到的 不是说这一首歌要怎么唱 就是或者这一句 凶声多少浑声多少 不是这个 它让我明白了 可能在我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是我自己的声音本身 可能有时候简简单单的唱歌 是很有杀伤力的 对 所以就是特别谢谢李伦浩老师 让我知道我自己声音的宝贵 对 谢谢老师 其实说真的就是 其实特别的简单嘛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刚刚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就开始学 每天都各种学 我们怎么学你知道吗 那个交响乐 就管弦乐 在人家的流行歌曲里面 以前听磁带的时候 只有喇叭那么一点点 我跟你说 每一首歌听个几千遍 绝不夸张 因为你没有谱子 你只能去听 那么一点一点的去听 但当你其实 你慢慢什么都会之后 你会发现 你身上的东西太多了 别人看不见你了 你知道吗 你身上带了太多的武器了 我觉得在那么珍贵的 一个舞台上 我希望你们不要挂 有任何的武器 你们的杀伤力 什么都不要有 我只是希望大家 听到你们声音的本身 一切的轴和王道 就是在于人的声音 在于对一个歌手来说 谢谢荣耀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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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请面向五十一位 中国好声音评审团 红色代表的是王立宏老师 他是挑战方 李荣耀老师对应的是蓝色 现在投票正式开始 第一排各位 请投票 这次李荣耀老师獲得六票 王立宏老师战队 获得两票 在第一排 谢谢各位 请放下 第二排的各位老师 请投票 在这一次 王力宏老师战队获得4票 李永浩老师战队获得5票 没到上面不知道 因为往往上面都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往往都是 从第四排开始 这个世界就变成那个样子 全是8票啊 12就满的你知道吗 第三排各位 请投票 在这一排 王力宏老师战队获得1票 李永浩老师战队获得7票 谢谢各位 请放下 李凡你 我看他比赛这么多次 他都没有失手过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就是 这次应该就是 李凡一凡 第四排 各位老师请投票 在这一排 王力宏老师仍然获得了1票 李永浩老师战队获得了8票 谢谢各位请放下 下一排各位老师请投票 这一排所有的老师都选择了李永浩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请放下 最后一排各位老师请投票 这一排王力宏老师战队获得1票 李永浩老师战队获得8票 好 好 来 来 来 林延益对李凡一最终比分9比42 祝贺李凡一 胜 王力宏老师 这一轮第一次和你的选手画 我不要拖这张 我不要拖场 我直接 看 就一说到这地方很 对对对 我懂那种心情 我们往这吧 加油 林延益 来吧 祝贺李凡一 成功进入《鸟潮琼》字业 我在对这个舞台上 因为我现在听四首歌了 而且接下来能唱第五首歌了 我就觉得太开心了 好 对